我今天本来是朋友推荐我去Tedmonton看一个展 我感觉我们要中毒了 Hi I don't think it's dead, I think it's living I don't think it's dead, I think it's living I don't think it's dead I don't think it's dead I don't think it's dead 然后这里有一个吧 上面也有 对,上面也有一个 然后下面就整个都挺漂亮的 I'd like to order one small lamb donut one small lamb donut and for me Could I get the 我们现在在伦敦的一家土耳其菜一碗 今天是周五的下午 然后这次来伦敦是在阿德文有活动的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过来 然后我自己会在伦敦带一个周末 我们今天就是到伦敦以后已经过不上干杯了 太饿了 中饭一直吃到现在还可以吃 然后就附近的一家小餐厅感觉还挺不错的 然后他们土耳其菜就是身上一盆大烧 超喜欢的 八面的这种饼还挺松软的 还是很暖和的是不是 好吃 他说这个是土耳其风格的披萨 这个船型的披萨也是看起来棒棒的 有菠菜 有菠菜 有 但是他有黑橄榄是不是 对 黑橄榄 不喜欢橄榄 看吗 哇 我直接下手吧 我觉得下手比较有感 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 那是腿肌肉 羊肉 脆 它这个泡椒 就是会很解这个肉的腻 就有点像土耳其的泡菜泡椒 然后它又没有中国的泡椒会那么辣 它就是会有点酸 有点辣 就还挺爽的 跟这个肉 土耳其菜的分量真的是太感人了 就每次都吃不完啊大包 这家店的名字就是这个 在跟小伙伴约飞的路上发现了 伦敦有一家韩国超市 各种零食什么的 真的是我老阿姨了吗 我完全不认识他们是谁耶 我一直都很想看这个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去 而且听说它那个票不是非常好订 还是分上下场 终于等到了小姐妹们 然后各种排队 我们想吃韩餐也是排的要死 然后最后去这个叫什么 水月巴山吃个川菜好了 走中国城走起 其实我们这算是SOHO 不算是中国城了是不是 对对对 人生就是这样一波三折 刚才那一家也没有位置了 只要等到9点我们来中国城了 周五晚上伦敦太疯狂了 这个文心也是在排队排死 好最后终于跑来风水圈 吃粤菜吃点心 他们家是那种大晚上也有点心了 吃一碗好吃的猪肚汤 还有鱼法在里面 冒着热气的包纸 对啊还有的鸡爪爪 还看着很香 我现在还在我们住的R&B&B里面 在伦敦偏北的地方 他们做了一套非常大的那种House 就是有大概七个房间 上下楼大概有三四层这样子 你看他们的床竟然是这样子 非常英式的一栋房子 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晒台 走出来旁边就是他们的一些民居 大家都有自己的小院子这样 我今天本来是朋友推荐我去Title Mountain看一个展 但是呢就是他那个展的票要在网上提前预订 周末已经全部都订满了 我就想说那可能付费的这个展看不了了 但是还是可以去美术馆逛一逛 所以我就准备坐个地铁 大概要40来分钟的样子 就去到市中心还挺久的 这个楼梯都是那种原始的木枝楼梯 他这个厨房超级无敌大有没有 然后这里出去是他们的院子 我们这楼下的小院子就是这样子 上面的那个木头包做的就是我刚才给你们看到的楼上 这会儿太阳真的是晒到不行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啦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小宝贝 长得也太可爱了吧 就是他们这边周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街上摆一些摊 卖一些植物啊或者是蔬菜水果之类的 这地铁站每天都有很有意思的东西在这个信息板上 英国的雨就是这样说下就下瞬间凌晨的狗 你觉得英国所有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他们的周边商店都做得非常好 就价格都挺贵的 但是真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有设计感的 我发现一本超级可爱的书 它的这个周边南瓜 这一个小的 巴士吧 我走得很近才发现 它就是一直在流眼泪 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要去看着展 这个电梯区域的灯光也搞得很玄幻的样子 它是叫灰蚝蚝 它是叫灰蚝蚝 它是干净的 我认为它是死的 我认为它是活的 它还是活的 它们还活的 它们在这里做了温暖的状态 所以它不会死 所以灰蚝 它是在台队里 等待看这个球的时候 你愿意不知道另外一边发生了什么 在台队里等待看这个球的时候 你愿意不知道另外一边发生了什么 我看它是尽管的 它是尽管的 尽管的 尽管 就在台队里 如果这枝里 我开始做了 尽管 尽管 我感觉我们要中毒了 你们还能看到我吗 我已经看不到眼前的录了 这个房间就叫 Blend Passenger 我们会以为你带到Ise的事 对 我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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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рош 我太子 我太子 pasied 遇到了一个算是独立电影制作人吧 他就全程陪我看完了展 然后还跟我拍了很多照片啊什么的 因为刚才就是我在那个拍东西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相机放在一个很小很小 就手持的那种小三角架 然后置在地上 工作人员就冲过来很凶的跟我说 这个相机只能拿在你手上 拿你手上可以放在三角架上 就是不行 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我帮你拍一下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现在已经变得很难去建立 因为当时有一面墙嘛 你在反面的时候看到前面的那个人会特别搞笑 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我帮你拍 我就刚开始想说不用 然后他就盛情难却 一大船长串的人在那里排队等嘛 当时我就一个很腹黑的想法 我说如果这个时候他拿着我的相机走了 我该怎么办 就是伦敦比较让我觉得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永远都会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看展经历 我从那个美术馆出来天都黑了 我现在这个脸的颜色怎么这么奇怪 我现在要横跨过这个河 它又是河 到河对面去找艾朵他们吃饭 宝贝 by sunrise cause you're that nice dream